这次我们去澳大利亚新西兰调查 收获很大 那么你要想完成都卖的升 任卖的降 任督一通 百卖接通 包括将来的中卖都要通 也要靠任督通 那么必须先堵漏 我们去澳大利亚的乌鲁鲁 这个大红岩的岩市 那么它就是相当于人体的 会因三角漆里面的搓鸡 它的场性也很独特 那么它是随时看起来都是一个 像火炎山一样的这么一个颜色 并且我们在传统修道里面 学佛它叫着火定 你要定住这块肌肉不漏 提得住上气下压 下气上体 那也靠这块肌肉 那么道家更叫它铁馒头 就是像以前呢 没有什么形容 蒸馒头是个圆的 但是它要火热 像烧红的铁 这么一个馒头 用来塞住自己的灰阴三角肌 塞住自己的生化工 是这个不漏 生根不漏 你才能整个把身体 做成一个不漏的瓶子 叫宝瓶 才能把下单田 中单田 上单田 四肢 百合 骨 骨髓里面 细胞里面 都装上天地融合的阴阳 胶态的 纯阳的能量 那么你才能修成 纯阳体 修成自己的 七万两千条脉 变成白丝光线 好织成毛毛虫 变蝴蝶的 蚕丝壳 叫网脉 当然这里面有 任脉 都脉 毛友脉 这些纵脉 还有七经八脉 还有代脉 枝子脉 螺旋脉 天脉 礼脉 这些内外的 单脉线的 修通 那么我们才能够 用自己的经络系统 里面的白丝光线 直成一个蚕丝壳 然后我们才能够 在里面完成胎化 完成自己圣胎的 这个成就 所以是这个 乌鲁鲁这个地方 是澳大利亚 他们称为心脏 它不单是有一个 大眼石 它还有一个 男人 伤心地 这个伤心地 很奇怪 它这个里面 居然是 你要练全身 快快骨骼 称金丹 也要借助这个场 从外观上看 它就像一个 男根 男性的生殖器 这样的一个形状 它为什么叫 男人的伤心地 就是因为 经满则意 大部分 这个男的 在16岁左右 就是 他没有任何的邪念 因为他的经 旺盛的生成 他也会溢出来 从此就开启了 后天的 有漏的性生活 但是又不能返回 返回去 这个16岁之前 同体未破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他们叫 男人伤心地 但是这里面 相当在他搞完的 这个部分 里面 这两侧的 这个部分 我们发现 它居然是什么 就是整个的 都是海底 升起来的 火红的 这个岩石 但是这些岩石 它是 由 鳄卵石 组成的 所以你在 这个场性里面 修载 这个就感觉到 你全身的 每个细胞 每块骨头 五脏六腑里面 都是金丹 自动地形成了 你自己把自己的 身场放空 空性大鸣里面 和整个场融合 那你就自动变成了 块块骨头 是金丹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